中華國醫館 是一家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 大型中醫醫療中心 由六位重量級中醫師 擔綱中醫醫療保健服務 並特聘多位經驗豐富的按摩師 為有需要的客人 提供放鬆按摩服務 力求將中醫保健的理念 推廣到更多熱愛生活的朋友中去 聯繫電話905-604-6199 早上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41分 歡迎來到國語的嘉賓環節 那麼今天的直播室裡面 我們請到的是來自 加國移民法律服務中心的 總裁朱伟邦先生來到我們的現場 早上好 朱先生 早上好 大家 早上好 那麼上次朱伟邦先生 已經來過上過我們的節目了 不過上次是在廣東話的這個環節了 但是我知道你們的這個服務中心 其實提供很多 關於這個移民相關的一些服務了 不如簡單地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介紹一下 你們都提供一些 哪些的服務的種類呢 OK 我們其實 加國移民法律中心 也成立已經8年之久了 那我們的服務包括 聯邦的投資移民 或者是其他省份的省提名計劃 還有企業界的移民 做的最多的是留學生的一些 譬如學生簽證和移民 還有家庭團力跟自顧移民這些 那我知道了 其實你們在這個留學生的這一塊 你們是非常專注的 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幫助在這裡的 留學生的一些移民的工作 不管是公簽 或者是學生簽證等等 給我們介紹 詳細介紹一下 在留學生方面 提供一些哪些幫助的服務呢 好 其實我們公司是提供了 就是留學工作移民一條龍的服務的 我們從幫助學生申請他的學校的 接受信訊到申請他的簽證 到家機還有來到學校的一些具體的安排 最後還幫他申請一些 譬如在學校工作的工作研究的項目 繼續還幫他申請去批一些 co-op 實習的過程 還有他畢業之後 我們會跟他找工作 然後就從加拿大西西 噴布了一個我們叫CC計劃之後 那麼留學生在這裡工作一年就可以移民了 所以我們就提供了第一系列的服務 是基本上從他入校之前 從申請開始就可以提供一系列的服務 一直到他開始工作了以後 然後再做一些移民的計劃的時候 也可以提供幫助 不過在這所有的這些服務裡面 他們也可以自行地去選擇 他們想要的一些服務是不是 對對對 那麼剛剛你提到的就是留學生的 這個最新的一個服務計劃 叫做CEC了 也是最近很多留學生會用的一個 這個留學生的移民計劃的方法 跟我們詳細介紹一下 CEC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移民計劃呢 OK CEC其實英文它的Standford就是 Canadian Calically Experienced 的一個移民計劃的項目 它一定要規定留學生 一定在這邊多人多 或者是加拿大境內就讀 一年或者一年以上 而且一定要獲得 如果是一年的話 一定要獲得 Bachelor或者Doctor Degree 以上的教育才可以申請 如果不是這樣的區別的話 它一定要讀兩年以後 然後拿到一個 Department Program的一個 證書之後 然後在加拿大工作一年 才評價它的移民 但是最重要還有一個 就是它的英文 一定要達到亞瑟成績 五分到六分以上 才可以申請它的移民 所以說就算是你在加拿大 完成了你大學的學業 那麼如果你要申請 這種移民計劃的話 你還是要去考一個亞瑟 或者是托付 然後達到標準了以後 才可以進行申請 是嗎 對 對 那麼但是在這個工作方面 你剛剛提到 就是要有一年的 這個工作經驗了 但是我們經常有一些 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一些 在移民方面有一些誤區 也有外面有一些傳聞 就是說你這個專業 一定要跟你的 這一年的工作經驗對口 是不是這樣子 完全正確 因為它按照加拿大 CCC機機機關裡面 它一定要你畢業之後 你的工作的感覺 一定是你讀書裡面 一定要配合 而且一定要 我們叫NOC 我們叫National Occupation Category裡面的符合 NOC裡面的ABCD 裡面有一個 ADC裡面的規格才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專業對口的 這一年的整個工作經驗了 那麼其實有這麼多的 一些條件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符合 但是我知道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選擇 對我們留學生來說 如果他沒有達到這樣子的標準的話 還有其他什麼選擇呢 其實如果他沒有得到這個選擇的話 他其實還可以通過多倫多 就近這幾年比較成功 或者是流行的一種 我們叫PNP PNP裡面的一個移民計劃 PNP stands for Province Nominated Program 就是我們所謂的審提名計劃 審提名計劃 為什麼是審提名 就是他審批是非常的快 而且他提到的資料比較簡單 而且是優心處理成功率也比較高的 但是對學生的要求 只是比較寬鬆一點 那麼他就必須要達到 也要達到一個要求 他一定要工作必須於NOC OA或者是B之類這三類以上的 而且他一定要配合 但是他可能對這個語言 就比較寬鬆一點點 但是他的 但對提高這個申請的時間 有一個規定的 就是說他一定要畢業 最後的一個學期遞交申請 或者是一定要在畢業兩年之內 一定要遞交這個申請 而且這個PNP 一定要在這邊有一個僱主 能夠給他一個 full time 或者我們這個 permanent offer 才可以的 對 有以上的這一些的條件了 但是我知道這個PNP 不只是針對留學生 還有針對其他一些人群的 一個服務是不是 你這問得非常好 其實PNP現在這幾年 是我們叫做加拿大的政府 對其他國家或者是對境內的一些移民 做了一些非常寬鬆或者是非常優先處理的一種方式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PNP裡面其實有三種形式的 第一種形式就是對境外的一些投資者 或者投資公司的一個要求 我們先說說投資公司吧 就是說如果在其他國家 或者我們比如說是中國 如果一個公司能夠投資300萬加幣 在多倫多或者是在安省的一個計劃裡面 一個項目裡面 那麼這個項目就可以批准 通過安省政府批准他 我這個項目可以從其他國家 申請20到25個家庭過來這邊 那麼這個家庭呢 我們也可以就是說 25個技術移民過來這邊 所以這種就是對境外的一種雇主的 或者是我們公司的要求 所以這種也是優先處理 而且是遞交材料比較簡單 而且成功率比較高的一種方式 那麼第二種就是說 它是對個人的投資者來的 第一種是對公司 但是它是對個人的 那麼如果在中國有一個人 他如果想在這邊有一個計劃 或者是他在投資這裡 有一個計劃的話 他投資100萬 或者佔了這個投資公司這個項目 33.3%的股份的話 那麼他也可以投資 向加拿大的省政府提出 我要帶我的一些僱員過來這邊 那麼加拿大政府也會 向他批可能是20到25個技術移民 這樣的僱員過來這邊工作 所以這種也是一種技術移民 或者是移民的一種方式 所以這個是對境外的 是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對境內的雇主的要求 如果在這邊的雇主有一個要求的話 就是說通常是一個註冊的公司 在這邊一定要經商三年的經驗 就是說一定要提供三年的公司的報表 而且一定有一個工作場所 譬如你不能是在這裡的 一定要在外面有一個我們叫做 商業的地區 或者是商業的一個辦公室 然後呢 它的上個財政年度 是要分個兩個類型的 如果是在加拿大 是像我們叫做 GTA裡面的一個公司的話 那麼它的上一年度的收入額 是100萬加幣 所以也有就是不同的 適合的人群來做這個PMP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太詳細地跟大家介紹到 但是大家如果對這個PMP 還想了解多一點這方面的訊息的話 也可以隨時通過我們電視上面的 這個聯絡方式來聯絡 就要進行一個諮詢的 也非常高興就要今天上來 我們的節目的現場 謝謝你 謝謝你 那麼大家如果錯過今天的訪問的話 也可以通過O1.TV 或者是通過你的智能手機 可以下載O1.TV的這個應用程式 來進行選播以及重播的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去一下廣告 一會兒見 謝謝 拜拜